好 这一张图呢 它讲的其实概括了 就包含了像是房屋代销员 还有宗教协会 这整个的群聚的传播链 现在呢是在板桥这边 有一个国中女学生呢 她已经是突破性感染 她原本打的是两剂的BNT 但是还是确诊 CT值一开始被验出来的时候很低 16.3代表她的病毒量是很高的 好 那从这个整体呢 其实你看不管是按19816 或者是这个案19930呢 其实都是一样 就在整个的传播列当中 那板桥这个学校呢 是按照目前中央的规定 如果一个班有一名师生确诊的话 是这个班必须要停课 那如果呢是这个学校当中呢 是有两名师生确诊的话呢 是整个学校要停课 都各停14天 而这个板桥的学生呢 你看他的隔壁同学 同班同学 他现在也确诊了 所以等于是这一所学校 他必须要完全停校14天 那另外呢 包含了像是 这个妈妈呢 她也是在这个案子当中 那回家呢 有传染到两个小朋友 但目前两个小朋友呢 还好都还算是阴性的 不过学校部分呢 也已经开始进行了匡列了 那总共呢 包含了这个房屋的代销人员 还有宗教协会 这整个传播量已经是跨足了四个县市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啊 你能不能全部把它匡列起来 而且呢 这个危机比方说 它时间还会延长到多久呢 来看看专家怎么看 好 黄立民怎么讲 他说呢 光是这两个案子的潜伏期呢 至少啦 预期呢 要观察到20天 才会知道到底有没有有效的把它抑制住 所以呢 预估了 要到3月上旬才能够判断 整个社会是否能够安心 那陈时中也讲了 他说目前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个案 而最新的消息是呢 包含了 你看国具高雄的一个被动元件的科技厂 也被验出来有员工 他就是当天在2月13号搭高铁呢 参加了宗教协会的聚餐 结果现在也是确诊了 他现在目前是案19952 好 整个传播率加起来呢 已经匡列的大概是有950个人了 而且确诊的族群当中呢 包含了各行各业 所以提醒你哦 黄立民医师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现在外出去吃饭呢 会不会很不安心呢 他说其实有两个重点 大家一定要记起来 外出吃饭难免的 但是呢 第一个你要选择的是 它的空间环境大不大 如果你空间小的话呢 你的传播力可能就会比较惊人 加上通风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环境大 通风良好的话呢 会比较好 另外少去人多的地方 就是你不熟的陌生人啊 少碰会比较好 如果你要去餐的话呢 选择自己熟悉的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 半条出某国中学生赶紧回到学校 拿作业课本 因为又有学生确诊 18号确诊的学生案 19951CT值16.3 被匡列的同班同学已验出阳性CT值35 尚未有暗号 因为同一班两名学生确诊 学校紧急停课14天 消毒有没有彻底会担心这个 之前在酒店那边就是有影响到 所以那边就收起来了 就是没有人吵了 会有影响啊 超一半 附近住民都担心去年疫情大爆发又上演 这起吃饭唱歌群聚 原本累计24人确诊 现在又多一位国中生 共25人染疫 整起群聚从房屋代销员工 到宗教协会用餐群聚 再衍生到家庭和校园 第二圈的人被感染 宗教团体的部分 可能会有跨县市感染 第二圈甚至有第三圈的族群 有扩大的迹象 影响的层次就会更广泛 光是双北地区 疫调矿列人数至少950人 这起群聚案确诊案例 不止双北还有台南高雄 共四个县市 足迹更扩散六个县市 25人染疫 跨多个行业 包含房屋代销 运产SPA中心人员 还有证券公司员工等 起码已经有三四波以上 春秋活动 还有宗教活动 减少一些狂热 三月中之前是这个样子 专家黄利明分析 如果群聚染疫近期有收敛 会比较没问题 但这些族群 有着喜欢与人接触 活动力强的特性 相对不容易 至少要观察到三月上旬 至少要看三天有没有外扣 但我不认为这会影响到 三月政策开放的脚步 也有一事认为 餐厅群聚仍有机会在各地出现 尤其双北人口密度高 最近天冷又下雨 民众在密闭空间右餐 只要空调通风不加 疫情危险程度就会再回升 记者林英伟 曹昭人 SNG小组台北新闻采访报道 高雄18号呢 在公布两人血诊 其中一名是科技大厂 国具的员工 他是北上汉血诊女代销 同包厢唱歌 因此被染疫 让高雄又多了一条传播链 原本高雄港 再加上其今区 是匡列了4000人 好不容易稍微停了下来 但现在又烧出了 中油员工染疫 如今又多了一条 唱歌趴传播链 让高雄的疫情没有降温 现在南北疫情一起烧 防堵似乎是出现破崩 高雄18号确诊加2 其中一名案 19952 是科技大厂国具员工 厂区一早气氛紧绷 清洁人员 口罩 面罩 手套挂雕雕 在高风险区上班心惊惊 担惊影响家人 跟活作息不息 这个没有很自由 很光烈 我们自己去影响到别人 国具男子厂员工动辄破千人 和19952近距离接触的红区 22人塞检阴性 黄区100人 其他共用场所270人 持续快筛周 一个员工染疫大阵仗匡列高达392人 高雄疫情持续收 第一串高雄港疫情 加上骑津区 扩染匡列将近4000人 好不容易火宽灭了 又烧出另一波中油员工染疫 扩染到凤山市区感染源还没揪出来 现在科技大厂国具也沦为疫区 让高雄又多了一条女代销唱歌 趴传染链 三条传播链在高雄 就怕疫情hold不住 19952的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 通通匡列居家隔离 是不可能上班的 高雄疫情没完没了 高雄港中油厂科技大厂 日月光旱国具 员工接连中招 台湾一日生活圈 南北疫情勾勾顶 就怕破口堵不住 疫情爆发不可收拾 接着高雄综合报道 疫情焦点转移到新北 从设计师传到房屋代销 更衍生出宗教团体群聚 已经累积有25个人染疫 不过传播链还是在蔓延当中 外界很担心 会不会变成吸体案的翻版 陈时中说要观察两到三天 专家则是说 一次性感染病毒传播的时间会比较短 但是到底现在有没有本钱可以解封呢 北市跟桃园是不甩疫情延烧 要为解封 专家认为聚餐唱歌都是要脱口罩 病毒传播的风险相当高 本土疫情轰炸双北 从新北设计师传到房屋代销职场 又因为宗教团体聚餐还场 累计25人染疫 外界担心恐传吸体案翻版 至少要看个三天 那到今天第二天来看 这样看起来目前还算是可控的一个情形 主要因为当天人数众多 所以是一次性的感染造成这么多人来 后续这个第二轮第三轮传的应该还不是太厉害 吸体我们知道它是在群聚后的大概一两个礼拜才曝光 但是这个宗教团体的群聚 它大概五到七天后就曝光了 所以这个病毒传播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疫情看似在掌控中有不少人嚷嚷着解封 但医师沈正南不仅想问解封剧本何在 如果无法提出相关预估 就只能讲好玩说服不了人 而现在R值停滞在1左右 上不去但也下不来 如果想改变战局降低R值 避免传给更多人 就必须有另外的防疫手段 但此刻北市桃园却仍坚持为解封 真的适合吗 团体的聚餐跟唱卡拉OK 常常是没有办法戴口罩的 所以非常容易发生群聚感染 宗教团体80个人不但聚餐又聚餐KTV 在台北市这些聚会 然后在整个全省各地 都有确准的个案出现 我们必须要前面的戒变 严正以待 疫情焦点转移到新北 防疫手段是否要加盐 地方首长恐怕都要有心理准备 记者专闹彭琳佩杰 三居小组台北新北采访报道